国道3号云林斗六路段发生了四死22伤的重大车祸 其中呢 诚信游览车驾驶在地时间是坦纯的 他有开比较快 时数大约都有110到120公里 还强调呢 是车上的乘客要求赶时间 那么因此呢 在操车的过程中 车子才会绕来绕去 最后不慎发生差状 那么诚信驾驶呢 经过检方漏页的证讯 检方认为呢 他设犯刑法过失致死 过失伤害等罪 犯罪嫌疑重大 因此呢 是向云林地院来申请羁押 不过现在呢 还没有开羁押亭 因此驾驶是否羁押 最快可能得等到中午才会有结果 而除此之外呢 公路总局也表示 台北市区监理所今天也降到游览车公司 来进行全面性的稽查 就发现业者有管理不当 与事故有因果关系 最重将处该公司新台币9万元罚款 停止营业中的车辆至少二分之一以上三个月 并调整评件的等级 的评件 评件 中文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